小微课堂来了 一粒种子从去到太空旅行到长成果实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太空育种又称空间又变育种 就是将农作物的种子或饰管种苗送到太空 利用太空特殊的环境 高真空 宇宙高能粒子辐射 宇宙磁场 高洁净等又变作用 使种子产生变异 再返回地面选于新种子 培育新品种的作物育种新技术 因此太空育种既要上天又要入地 并不是去太空绕了一圈回来 就叫太空种子 选培育以及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 大风吹 放虫咬 不给水喝 只有经受出这些严苛的试验 并得到权威部门审定的佼佼者 才能被称为太空种子 一般四到六年才能培育出一个新品种 目前太空蔬菜培育的二代三代品种 已经表现出高产优质 早熟 抗病力强 高维生素含量的特性 在猪形 果形 果实颜色 成熟周期等方面发生变化 原来绿色的辣椒能成为红色 紫色 黄色 口感也更加清脆 而太空变异 其实和自然界植物的自然变异是一样的 只是时间和频率有所改变 太空育种本质上只是加速了生物界 需要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才能产生的自然变异 因此它也是非常安全的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截止到2020年9月 我国星后30多次利用返回式卫星 神舟飞船等航天器搭载植物种子 目前共培育出200多个商用新品种 每年的种植面积达到3000至5000万亩 更重要的是 太空育种丰富了我国的种植资源 为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 提供了享有力的支持 也将让我们未来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